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舞蹈家崔荣荣以及在纽约的花艺设计师安娜高安娜跟我们空中的连线 那其实呢刚刚跟荣荣聊到了 在目前是在Quins有一个家 在Upstate有另外一个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大多数的时间现在是在山上 那可以说是远离城销跟人群 真的是非常美美的一种生活 荣荣是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舞学舞 最初是民族舞蹈那么后来呢也是进入了这个纽约之后呢就是学习了西方的这个现代舞 我还记得真的是当年在那个群星会的时代你的样子 听说那时候你也跟现在也是很具有名气像台湾的张晓燕了认识 那时候也拍过一段时间的戏 19岁的时候你只身来到了美国 而学习了这个在西方这个现代舞翘楚的马莎格兰姆这个舞蹈学校 Martha Graham来继续的深造 改变了日后你的世界或者是命运 你没想到过如果当初你没有认识Martha 那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好像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 大概还就是要是没有遇到Martha 那时候是Martha给我奖学金 所以我只能够到美国来学舞蹈 我就到美国来学舞蹈的机会比较少了 可能要到年纪再大一点 因为我1970年就来了 那时候台湾人还不多 所以到1980年就90年才会再到台湾来 再到美国来 那应该就很大的不同了 对舞蹈的路线可能也会不同 因为小时候是学民族舞蹈 然后也学过芭蕾 可是在台湾的舞蹈的发展 可能会跟我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我现在会是什么样的 那要重新再生一次才知道 可是你知道就像这么多年 不管是你自己有一段时间自主了舞团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教舞啊 你也培育了好几代不同的这个学生 包括了东方的学生 西方的学生 而你是怎么来看待舞蹈 如果说抽离到这个舞蹈之后 你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一段一段时间不一样 真的走过来看法不一样 小的时候就是很专心的去跳舞 然后对技巧方面 对表演方面特别重视 上台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视 然后教舞的时候又特别重视 学生方面在舞台上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是把舞蹈看得比较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整个人生都是舞蹈 只要能动的就是舞 而且在美学方面 就是在看舞蹈 美学方面的观念也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的时候线条啊 这个线条要准确 老师教下来的东西就觉得是对的 然后整个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对的 那个动作是就是不对的 不对的就是不好看 对的就是好看 这种情况之下 思想上面往这条路上走 现在就看到了整个的 我的舞蹈的方面的培训 小的时候是跳的是好玩 后来真的培训 基本上的培训是Machogram Machogram的舞蹈的技巧 第一个讲的就是呼吸 呼吸 对 所以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就是动作方面 有形的无形的 都是在呼吸上面看到一些动静 他也讲了说动跟静的比例 其实静中也有动 动中也有静 所以在这个方面比例 从呼吸方面来看的话 有一点像东方的哲学 对 你看像那个叶问 他的功夫不是也在讲说 这个呼吸之间 一动一静之间 动一静之间 跟一呼一息之间 人的感情 所有人的感情的表现 都是在一呼一息之间 所以事实上舞蹈对你来说 在不同的阶段 也有不同的解读 当年可能就是 父母叫你去跳舞 好像你是命运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才真正的认识了什么是舞蹈 而你教过这么多的学生 你对他们的又有 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都是不同的个体 可是你会在这些学生的身上 看见一些什么 成为舞者的影子 对 年轻的时候 教舞蹈的时候 看学生是看到自己语言 就是说 在基本功上面看 看自己语言 甚至编舞上面 也是看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现在 我很多学生了 我 Facebook上面 500个朋友 我的Facebook 有2000个朋友 1500个都是我的舞蹈 的朋友 中间80%是我以前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变化 每一个人的人生 有他的走的路线 所以现在教舞蹈 其实从我50岁以后 开始教舞的时候 就是看学生的长处 把学生的长处 尽量的挑出来 尽量的加强 尽量的鼓励他们 然后他们的短处 一般来说 能够纠正的就纠正 不能够纠正的就接受 接受也是这种方式 是的 是教他们去接受 而不是说我接受就好 我接受以后 到了两三年 他们就一定毕业了 但是事实上据说 在Matha Grand 学舞的这些学生 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 他们的未来的路 当然也希望从专业的目标发展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这么多的人 是不是也出出进进 可能后来又从事 不同的行业呢 有 非常多 可是一般来说 对 非常非常多 有出出进进 有不同的行业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学生 我讲的都是从中国来的 其实国外的也有很多 可是 有一个学生从 跟我学 在我班上学 然后 等于是我帮他 一直带着 就是他刚刚 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 一直带着他 然后他进了舞蹈团 就是Gram的舞蹈团 做了台柱 然后就进了 《国王与我》里面跳台柱 跳到后来的时候 他一生是伤 所以就经过治疗了以后 他决定改行 就是改成 就是Dance Therapist 现在他是在修博士 就是医学方面 跟舞蹈 跟医学方面有关系 用舞蹈来治疗 但是事实上 舞蹈的学习过程 是没有浪费的 没有 因为让他认识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身体 然后自己的身体 感受到别人的身体 他现在工作的地方 其实是精神病院 是哦 精神病人 能够非常有共同的语言 因为他们可以用 肢体语言来沟通 而不是用说话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呢 也是从中国来 然后也是跟我一起 就是跟着我一起学 可是他的路线不一样 他到现在还是在 Matha Graham的舞团 而且从来的时候 同时他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在中国 一个大学的 戏主任 舞蹈戏主任 这个舞蹈戏主任 这个大学呢 现在他 他刚刚来的时候 十年以前 那个学校是一百多个学生 现在是八百 哇 有很大的变化 我说到这些舞蹈家 我也要谢谢 荣姐 因为透过你 我认识了很多 这些年轻一辈的 舞蹈的一些 从业 这个舞者 那事实上呢 我想这 Anna呢 说起来你的花衣设计 在我们的纽约 华人圈 也是有口皆非 但是这个我知道你也是出入社会之后 曾经从事了很多其他的行业 而从侧面的观察 我知道你是一个蛮具有理想派的一个人 面对许多的生活 或者事物 你有很多的坚持 我记得从前你曾经说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这个很自在的做一些创作 比如说像画画啦 摄影啦 但是好像又有一段时间 你有一般的作为的这个 这个理想到现在是怎么样呢 Anna 摄影跟画画我都试过了 那我的结论是摄影是 你要想办法把一些东西除掉 就是譬如你镜头对的哪一个 你只要这一片叶子 就是照这片叶子 嗯哼 简法 放大 那画画呢 是你在一张画纸上 你想画什么就加什么 那是一种加法 那插花呢 你拿了十朵花 插出来就是十朵花 所以在加减之间 这个就是任命 嗯哼 那所以 你就是 这三样合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那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插花嘛 基本上 是看客人 他要求 因为他再回去是他看 不是你看 你不能给他 就是说你只能说替他服务 不能说给他那个主观 因为他 他认识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要插给他看 那还有就是我们以前是 常常为那些什么筹款会啊 或者是展交会啊 嗯哼 那个花又是一个配角 好像说你今天帮Covid看卖鞋子 你就是要插到让他的鞋子看出来 很特殊 对要加分而不是成为主角 对所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是用什么身份 就比较容易接受 以前你会觉得啊 这个人怎么程度这个样子 你也会不太喜欢插插的花 可是就不会了 看开了 改变不了 对 真的你看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 我可以改变全世界 然后越来越发现 哦就是这么渺小 做自己就好 跟自己都改变不了 真的 也不是 其实像 嗯嗯嗯 是说你可以融合在里面 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社会 就像现在这个疫情 我就是尽量做好保护自己的设备 尽量做到最简单 可是我还是要过日子 我还是要看到我可以用 你也神参 对对对 嗯嗯 也是很难过 你知道 要不多好 看到店里面 真的 也是同胖场这个样子 就是好像尽量做到自己可以做的 嗯嗯嗯嗯 真的说起来2020哦 真的是一个多世之年 嗯 我们抣开了政治之外哦 两位 我知道都是很独立 而且很自主的女性 呃 分别都从60年 70年代就来纽约 生根落地哦 呃 不管是当年 求学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后来的结婚 生活 我们来分享一下 当年纽约跟自己好不好 这个纽约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而那个时候的留学生 我们不了解现在留学生究竟怎么样 但是当年你们过的是精彩万分吗 1970年来的时候 我糊里糊涂的 纽约那个时候的舞蹈导师蛮 尤其是现代舞蛮 丰富的 然后看不完也学不完 舞蹈的其他的同学也好 老师也好都很有善 所以这一方面导师蛮好 就是生活方面比较辛苦 因为当时台湾跟美国的生活水准 还是差了很多 所以能够从台湾带过美国来前 不是很多 所以为了求生活的时候 什么功都打过 那就住的地方 或者是吃住 衣食住行 都是不是不能够很 不能够就是甚至于连基本的生活 条件比较有限 就感觉到很吃力 可是在舞蹈方面 老师过得非常丰富 然后学的很多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 星期一到星期五 总是上课 早上有课 下午有课 就是班晚的时候有课 下午一段时间没有课 我就去博物馆 所有的博物馆都看过 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给我 就是不但是参观了 同时就是坐在里面 跟着他们一起学画画 看雕塑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音乐听也到处去听 那时候都是免费的 学生去听音乐 或者去看舞蹈可以免费 现在不行 现在都要花钱 舞蹈的学生比较辛苦 现在英文溜了很 以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 所以也无所谓 他听懂了反而有的时候就会意见不合了 那你的婆婆呢 现在 我婆婆现在也是99岁了 天啊 他现在比较 我觉得比较 就是比较可怜一点 他一个人住 他当时就是去年的时候都去年以前都一直 对啊 听说都是活蹦乱跳的 对一直坚持一个人住 可是现在一个人住了以后变成pandemic 出不来也进不去 真的真的 比较 lonely 对比较 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没有人照顾 他有人照顾 可是请过来的一个小姐照顾他 可是家里的小孩啊什么 去看他的情况比较少 是可能也在外周而且像你们也住得很远哦 对 我觉得人可能真的是要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日子 怎么样过快乐怎么样过难过完全也是取决于自己 今天很开心的我邀请到二位 这个安娜现在一时回不来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呢再看看我们下一次的约会咯 meet me in new york 谢谢 谢谢二位 ef 谢谢 看一下 谢谢 ака